有一位波蘭的建築師覺得建築與建築之間的空間被浪費了 所以這位不尋常的建築師想了一個突破性的方式來活用這個狹窄的空間 世界上最窄的房子 這座看似狹窄的建築擁有公寓所需的一切 包括臥室、廚房和客廳 一樓用作出入口和廚藏室來整理東西 二樓有化妝室廚房 還有一張桌子 可以當作一般使用也可以用餐 最後三樓有一間臥室 所以它就像公寓一樣應有盡有 但是它只有133公分寬 據說是世界上最窄的房子 二、顛倒的房子 在波蘭有一間顛倒的房子 看起來像是被颱風掀翻了 它並不是單純的顛倒而已 而是故意打造成傾斜著的 所以施工的人們一直在房子裡面是去平衡 無論是誰看都會很好奇這房子到底是怎麼蓋的呢 據說它是為了諷刺共產黨統治下的波蘭局勢而創作的 石頭座的房子 在葡萄牙北部的法菲商上 有一座屹立不搖的巨大石屋 據說這房子是一個喜歡動畫的人建造的 靈感來自於當時流行的動畫 摩登原始人中出現的石頭房子 除了玻璃窗和木樓梯外 房子的外牆都是石頭 因為這些石頭是花崗岩 所以它的強度被建築師診斷至少到2970年為止 都將會非常堅固 房子的外觀雖然粗糙 但內部卻完全不同 它裝修得很舒適就像別墅一樣 但因為現在遊客變多偷竊和攻擊窗戶的事件之後 所以放棄了居住變成了一個旅遊景點 日本玻璃屋 充滿陽光明媚的房子是每個人都想要的 但是如果整個房子都是玻璃做的呢 有位日本建築師為了開放感 以及方便交談而打造了一間房子 而由於這間房子的目的是為了可以完全交談 所以樓層和房間之間沒有劃分 你可以在房子的任何地方清楚的看到對方 甚至浴室和廁所都是玻璃做的 房子裡面外面都看得一清二楚 加上白色的室內裝潢 這座玻璃房子是一間讓人擔心居住在其中的人可能會有 那麼外國人看台灣會有什麼不尋常的建築呢? 台灣垃圾建築 從華麗的外觀來看 這座建築有一種豪華的美術館或博物館的感覺 事實上這是用寶特瓶來打造的 據說台灣建築師為了宣導環境的問題 而用廢棄的寶特瓶打造了這座建築 這座名為環城方舟的建築雖然是用寶特瓶建造的 但安全性聽說非常的亮眼 而有個地方對環境其實很好 所以白天不需要開燈 這對節能有很大的幫助 許多外國人對宣傳環境問題的突破性嘗試感到很驚訝 據說這是台灣的建築物之一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建築物 很多 很多 特別是很小的地方 對 我覺得這個怎麼住 很小的地方 感覺好像連進去都有點難的感覺 但是寶特瓶 真的寶特瓶 心健康也不太好 如果有人像小偷也有可能 就一直看家裡嗎 對 但實際上這些種類的 非常奇怪的物質 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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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 其實這種 這種建築物 有很多 台灣的建築物 是 七五十是非常壯的 是的 但是外国人的一个很意味的建筑 他在很感兴趣的人通常都知道 真的吗? 名字是垃圾 这么说 我 estos公里就是螺 名字是生物 其实听起来好像挺有趣的 처음에는 나도疼烈了 明子07被听到 以为整间都是垃圾 不得不想 border 時从那емся description 看来很骯 sizin所以 不能来 Daw 這麼大嗎? 對 這麼大嗎? 這麼大 啊!自己啊!是吧! 哇 今天為什麼不燙烈? 不燙烈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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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真的嗎? 我們以為有些人在網路上找了一下 所以以為他應該會... 太票了 對 對 很漂亮 所以我們都很期待了 對 所以我一陣子到晚了 我等到晚了 然後到晚了 為什麼這麼近? 對,這麼晚了 真的還沒有等到 所以我來看見 無時都沒有這樣做 對,好像是特別的節慶的時候 才有可能會點燈 但是我覺得 這是正確的 因為那些時候 為什麼要燙烈? 對 但是很漂亮 晚上晚上燈烈烈 但是我會想要燙烈 其實能力量的燈烈 對 但是我會想要燙烈 對 但是我會想要燙烈 特別的日子 要燙烈 所以我會想要燙烈 所以我會想要燙烈 那些時候 對 原來是這個地方 但是我會燙烈 所以我會想燙烈 但是我會想燙烈 這是很燙烈 所以我會想燙烈 對 有點可惜 但是我還是有機會 但是我還是會想燙烈 對 很大 很大 超大 真的很大 在中國的新聞 是 有的 真的嗎? 真的嗎? 什麼樣子的 這製造工具 市民們的 給付給了 這個話 有這些話 或者有些人 直接作賣 這種話 有很多 很多 所以 這些東西 我會想要燙烈 你從這裡 在這裡 我可以看到 我 這裡 哇 你看真的很大間耶 那為什麼? 欸 但是這個 這個解釋了解釋了 看起來一般的大部分 對 因為它外面其實是什麼 它外面好像是瓶蓋 哦 沒錯 沒錯 所以我一直都很興奮 這個市民們給付給了一份 瓦托瓶的瓦托瓶都不同 尺寸 種類應該會很多 那種類應該會很多 那種類應該會很興奮 其實去看 製作為特別製作的瓦托瓶 所以它全體的建築 都很清潔 而且很清潔 而且很清潔 但是 這個建築家 一遍只創作為一遍 做成的建築 但是 所以 台北的建築 也有幾個建築 有幾個建築 真的嗎 這就是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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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子方面的 直接去看的时候 这个房子其实挺漂亮的 非常大 并且看见 光亮的那种 但仍然是很意义的 所以很满足 真的还是有到现场看到 也蛮不错的 平常没有点灯 就是要有节日办活动的时候才有 今天很难看过来 特别的地方 很漂亮的地方 很意义的房子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 很迷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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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